監視器畫面拍下身穿粉色短裙的女子 在銀樓內挑選金氏 但是沒過幾秒 女子趁老闆不注意 拿了金氏就往外跑 同樣的犯案手法好熟悉 原來這名女子前一天才在基隆 仁愛區的銀樓被逮 隔天又再次因為搶銀樓被抓 我們逮到她的時候 已經金箱店已經編賣了 差不多一名陳姓女 女婿嫌犯 搶走一條金箱店 辣區遠景都有接貨報案 但為何這名女子還能一搶再搶 原來癥結點就在當時女子 走進銀樓告知店家說 我要買 全程都沒有使用不法萬利 因此僅以限制住居 處分嫌犯 實際看刑法329條規定 切到或搶奪因防護髒物 脫免逮捕或淹滅罪證 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者 以強盜論 換句話說 只要沒有暴力搶奪 也沒有抗拒逮捕 就不構成犯罪 但是看看監視器 女子若無其事地拿了金箱鏈 就往外跑 沒有被定罪的原因 竟然只是因為有明確告知店家說要買 還沒有使用不法萬利 只是連續兩天連搶兩家銀樓 如今二度被逮 身為連續犯 犯案情結重大 檢方申請羁押 不讓他再搶下去 解中原而旋 進行報導